自从去年咱们的第二艘航母下水之后,网友就开始关注中国第三艘航母了。 最近新华社一篇文章透露,中国第三艘航母003号已经在船台上有序建造, 虽说这次是官媒首次承认003航母开工建造,但是外界早已盛传第二艘国产航母, 在2015年10月就已经开工了,地点位于上海江南造船集团的长兴岛造船厂, 据网船,第二艘国产航母不再使用蒸汽轮机,而是使用更加先进的巨机25000件用燃气轮机, 船用电力综合系统则是咱们马尾宁院士最新引发的,领先就领先美国, 这种新装备既能使003航母达到超过30节的航速,又能充分保证三部电磁弹射器的全部用电负荷, 在88000吨排水量的前提下,能够携带65至70架舰载机进行作战, 当然了,由于咱们的保密工作,这些都是外界的猜测, 按照时间进度,003航母在2019年前后下水,估计问题不是很大, 不过,这可并不是中国航母建设的全部,据悉,国产004型航母目前已经在大连进行建造, 采用核动力的005和006也已经完成了初步设计,已经列入海军建造计划之中, 我们都知道在航母的建造和使用方面,美国一直都走在世界航母领域的前列, 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大大小小加起来总共建造了近200艘航母, 积累了丰富航母建造经验,技术储备也远远胜于世界各国, 尽管如此,航母的设计和建造也是一项复杂的超级工程, 涉及船舶、航空、航天、电子、电力、动力、材料、化工、武器等上百个领域的尖端技术, 说白了,导固这玩意拼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即使是花钱如流水的美军也同样吃不消, 就拿目前在舰的10万吨级超级和动力航母福特级2号舰来说吧。 2015年开工铺设龙鼓,随后就出现了成本超支及工期延误, 其造价成本已高达130亿美元,第二艘都这么烧钱, 估计第三艘都没法建造了,相比之下此前毫无自主化航母建造经验的中国, 首艘国产航母2013年底开始切割钢板, 2017年下水,仅用了4年多就建造完成了一艘6万吨级中型航母, 工人们全部翻翻倒,按进度火速生产组装8亿多个零部件, 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制造业的强大,再来看看前不久刚刚被砸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满载排水量6万吨,在强大的苏联时期,1982年4月开工建造, 1985年12月下水,也用了三年多时间, 一直以来磕磕绊绊的法国带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满载排水量4万2000吨, 1989年开始组装,1994年下水,前前后后用了五年多的时间, 英国满载排水量6万5000吨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于2009年开工建造,2014年下水,组装时就曾使用了振华的1000吨吉隆门钓, 也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印度满载排水量4万吨的维克兰特号国产航母, 2009年就开工建造,然后就是反复的下水, 又反复的被拖回去,当前来看,距离完工和正式下水至少还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 其从开工建造到列庄至少需要十年时间,能在2020年前还是就不错了。 我国航母之所以建造这么快,得益于我国强大的工业体系, 中国一共拥有38座长度在300米以上,宽度在75米以上的大型建造船物, 这个标准与美国福特级的建造船物同处一个标准,完全有能力同时建造30艘8至10万吨吉以上的航母, 加之现在航母建造都采用模块化建造法,分段组装,分段西装,可以大幅缩短建造速度, 其中组装这些东西的龙门钓就由振华生产,新型航母在建造的过程中, 也广泛使用了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比如钢材,不仅要防死, 烫腐蚀,耐高温,高强度,高韧度,还要有良好的焊切性能等,非常难造, 法国带高热号航母的钢材就曾经受制于人,值得引进美国HY80特种钢, 咱们这边完全可以独立生产,由中国安钢研制的航母用钢, 在高强度,高韧性,焊接性等综合性能上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诸如此类的新技术还有很多,很显然,中国发展航母的步伐是一步一个脚印, 而且是一步更快于一步,现在已经可以南北同时开工建造航母了, 这里面体现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力度和速度, 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带给整个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人类对于土地和海洋的欲望和掌控是无穷的, 不管是大国小国,都没有一寸领土是多余的,可这东西没那么简单, 尤其是当同时看上了一块好地方,谁也不愿意让步, 发生冲突乃至战争都是常事儿,这步,就在11月25日, 俄罗斯声称三艘乌克兰海军舰船试图穿越克赤海峡, 俄罗斯海军舰艇发现后立马进行撞击并向乌舰开火, 并扣押了这三艘乌克兰军舰,一如既往的硬气, 事后,俄方立马出动大型货船, 拖船,巡逻艇和苏富25攻击机封锁了克赤海峡, 任何船只不得出入,很多人就搞不懂了,不就过个海峡吗, 咋还干起来了呢? 还把海峡给封锁了,那也要看这是什么地方, 大部分地理学的不太好的人,也不咋知道克赤海峡, 可要是提起克里米亚半岛,估计多少都有点印象吧, 恶守黑海和亚素海咽喉的克赤海峡, 恰恰西面就是克里米亚半岛, 就像一把蝎子延伸到黑海中间, 谁拥有了克里米亚半岛, 谁就可能控制黑海这片战略海域, 而且俄罗斯黑海舰队驻地就在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塞瓦斯托波尔, 拥有俄海军急需的大型船物, 一旦失去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兵家必争之地, 俄黑海舰队的作用就会大大削弱, 加上克里米亚是天然的不动两岗, 俄罗斯海运大量物资要从这里进出口, 正因如此,2014年, 俄罗斯就算顶着再大的压力也要出兵从乌克兰手里拿下克里米亚半岛, 失去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乌克兰, 不光是没了二、47万平方公里土地, 还有相应的海洋, 尤其是丢了克里米亚半岛, 就等于失去了克赤海峡这块海上咽喉, 如果俄罗斯禁止乌克兰船师通过克赤海峡, 就活生生切断了乌克兰亚苏海西岸和黑海沿岸领土的联系, 这次克赤海峡事件就是这样, 在军力强大又强硬的俄罗斯面前, 乌克兰想进入克赤海峡实在太难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冲突发生后, 俄罗斯很快就出动舰机封锁了克赤海峡, 俄方的做法也是简单粗暴, 因为从2014年拿下克里米亚半岛后, 俄方立即动工建设横跨克赤海峡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 全长19公里, 跨海部分7.5公里, 俄方直接把万吨邮轮停到了克赤大桥下面, 堵住了船只通道, 加上天上的战机, 直接围了个水泄不通, 虎哥不得不说, 俄罗斯还是非常有手段的, 别看只是一个跑火车汽车的大桥, 可作用大着呢, 一旦形势需要, 俄罗斯能凭借克赤海峡大桥轻易封锁整个海峡, 不光能将大船停到大桥下堵住过往通道, 而且克赤大桥高度设计也是大有门报, 35米的高度加上较小的桥墩间距, 横贯整个克赤海峡, 大型军舰尤其是数万吨的航母很难过去, 一个大桥本身也是扼收海峡和保卫港口的屏障, 事实上,很多国家近岸的大桥本身就承担着保护近岸港口和水域的战略作用, 我国更是很早就认识到了跨海大桥对于国防的重要性, 建设的众多跨海大桥, 除了社会和经济作用外, 也有保护近海近岸港口的战略考量, 这些大桥动辄数公里到数十公里步的, 如果需要封锁近海, 这些跨海大桥将会是非常有用的载台, 通过在大桥底下部署船只可更加容易地堵住水道, 一般的跨海大桥, 高度都在30到40米的范围, 桥墩间距在50米左右, 允许大部分船只同航, 但大型军舰就可能过不去, 对于想侵入我国沿岸和港口的敌大型军舰来说, 是不小的障碍, 因为跨海大桥要抵御台风, 地震等恶劣自然灾害的袭击, 本身质量就异常坚固, 当然了, 有人私信陆陆, 说咱们被誉为新世界第七大奇迹的港珠澳大桥能不能发挥封锁航道的作用, 这个就有点难了, 虽然港珠澳大桥本身技术先进, 还能抵御16级台风和8级地震, 使用寿命长达120年, 但港珠澳大桥光主桥长度就超过29000米, 长跨度使得港珠澳大桥桥墩多达222个, 并且桥墩间距比较大, 潜水区桥墩间距有85米, 深水区更是达到110米, 所以想效仿俄罗斯封锁克斥大桥的方法, 利用在港珠澳大桥用船舶堵塞航道并不现实, 而且在战时,如果强敌对大桥发动攻击, 在精确制导武器面前, 几乎没一个大桥能扛得住, 当然了, 这本来也不是一个大桥的使命所在, 当然了, 虎哥并不是说港珠澳大桥没啥用, 以我国海军, 尤其是近岸防御力量, 即便发生战争, 基本上不会给敌人侵入我国, 农村要用船舶berry墓草的证据, 根本对大桥的占谤参加坏链塞,